到那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就 假如说我今天 我不要用for一圈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注写掉好了 前面加一个紧字号 其实如果你要加一个紧字号 一个方法 你可以Ctrl加1 Ctrl1的话也是注写的 Ctrl1的好处是说 如果你这边全部要注写的话 你就按Ctrl1 它就全部注写了 如果你要全部注写 全部取消就Ctrl1 它就取消了 Ctrl按注加1 数字1 就可以做 程式的注写 跟取消注写 那你可以选取 看你要几行 它就一次可以 做你要注写的范围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 我想要把这个for回圈 这一行注写掉 Ctrl1 然后呢 把回圈打开 Ctrl1就打开了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 这两行一幅的部分 一样选起来Ctrl1 注写掉 又恢复成快回圈 这边的话 El就把它删掉 就变这样 这个是原来的写法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 我要做那个 怎么讲 换回圈 但是只能三次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第一个 你可以多加个变数 一般会加在 坏回圈的上面 比如说C好了 有点像那个九者乘法表 我们就是在上面 加个初始值 C就是一个 Ctrl1 一个变数 就放说它 总共跑了几次的 一个变数 那预设是0 0就是都还没有 那当它 跑完一次的话 所以什么时候跑完呢 特别说 在最下面一行 在这里 C等于什么 C加1 这样OK嘛 有没有 所以哦 在这边加一个初始值 在当这个回圈跑完之后 这边把它加1 那意思是说 它如果跑 0 进来一次 跑一次了 C等于1了嘛 对吧 如果跑完一次 然后再跑第二次 C等于2 对吧 然后再跑一次 C等于3 诶 等于3哦 所以我应该把它挡下来 在哪个地方挡下来呢 一般的话 要不你就在 这个的层 这个C的下方挡 要不的话呢 你可以在 快要回圈下面这边挡 也可以啦 让它绕回去之后再挡 再做 一般好像比较习惯 会写在快要回圈下面 不过 看哪个方法 习惯都可以 比如说我写在下面 如果算完之后 它3 那我写在这里 这样比较 比较不会跟前面干扰到 会比较集中 如果 如果C这个词呢 它已经大于等于3了 等于3也包括哦 OK 然后 然后冒后 做什么呢 Enter 跟它讲说 你答错了 然后呢 只能猜3次 答案是什么 顺便告诉它 那其实你可以拿什么 拿这个 之前写过这一行 把它复制到这边来就好了 复制我是拖拉加Ctrl键 OK 记得哦 告诉它完之后的话 还要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对 这样就OK了 所以程式就写完了 这样子 OK了 那可以知道我在写什么吧 我是觉得 程式应该不复杂 我每天就这样做 反正我想到什么 我就这样写 程式就搞定了 事情就完成了 好像我觉得程式也没那么复杂 就是这样在做事情 OK 顶多是说 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只有写一次 还要加一些有的美 那你慢慢慢慢加 但是我的习惯是尽量让程式越清楚越好 然后呢 感觉就很快这事情就可以解决 感觉也还蛮有成就感的 所以每天感觉都在 就是思考 怎么跟电脑沟通这些事情 所以慢慢发现 我感觉我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翻译人员 感觉我在翻译 我把user端的问题 我先叫他你慢慢讲 那我就慢慢把他的逻辑 先他讲的同时 我先知道说有没有重复的 有好 重复几次 意思是重复吗 重复几次 对 有没有逻辑判断 有的话我就先写下来 然后有几个逻辑 几个逻辑 写完之后 还有没有什么变数 有再加 那当他已经讲完之后 我对应的程式已经写完了 那他这个问题就 这个事情呢 的解决方案就出来了 OK 屁股像刚刚我举啊 比如说我希望把那个很多的工作表变成一个工作表 对不对 那当然呢 他会说 我希望把前面这些所有的工作表帮我把它集结成一个 对不对 那一样嘛 就跑个回圈啊 但你要知道说你有几个工作表 有没有 一定会有个范围 所以范围的话用for回圈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跑第一个的话 把它call到某个地方 call 第二个call到 那个的下面 有没有 啊需要 下面你需要个位置 所以那个位置可能需要个变数 那那个变数不难更新 一直往下跑 那就可以把 很多个工作表 合并成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那不就OK了 那其实 大概类似像这样啦 工作上 我发现大部分其实会需要花时间的一定都是跑回圈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啦 是不希望自己变成回圈的话 我发现每天很多事情都在重复嘛 那你就有必要啊 用程式的方式来完成了 像这边是我们只有跑三次 然后就有点像啦 跟那个user说 我可能只要合并前三个就好了 那前三个你呢 你也可以加个c嘛 等于0 第一次合并第一个 第二次合并第二个 第三个了 OK 那就停掉了 有没有一模一样的逻辑嘛 不是差不多的事情 OK 只是说你换个地方写而已啦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啊 当然除了python可以 其实vba也可以 那你会想说那不一样的东西吗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不管任何的程式语言啊 都一定会有回圈 也都会有逻辑判断 也都会有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啦 其实我只是翻译而已啦 OK 像我学过的程式语言超过十种 十种以上 OK 那我其实都不是十 不用十倍 我反正我都找出它差一点就好了 然后现在写这个 我要把它翻译过来 可以写出来 所以你们可以看 如果各位有兴趣 想要对vba稍微了解的话 其实你只要把它贴到那个vba里面 就可以马上弱 结果一样一模一样 那要vba的环境吗 不用 对啊 vba不用环境啊 因为你只要e-sale就有了啊 e-sale本身就会有这东西啊 所以如果你电脑一定会有e-sale嘛 你就把e-sale打开之后的话 它就会有个开发人员 你的电脑 应该是Microsoft 在这里 就这里有没有 打开来 然后这边不是有开发人员 你把开发人员不是有visual base 然后你就在这个visual base 第一件是一样 加一个模组 模组就这个按右键 插入模组就OK 模组嘛 跟这个python一样啊 我们不是也是加模组 只是它是中文的 python也是中文的 OK 然后你就点一下 然后呢 这里面写什么 就是把这一段 这一段在哪里 在第20页的地方 有没有 改vba 其实你如果不太知道做什么 你就把它贴上就好了 贴上之后上面不是有个执勤 执勤之后的话 它一到二次猜一个数字 然后猜十嘛 Enter 太低了 高一点 太低了 太低那应该 15 OK 恭喜你答对了 有没有 一样的逻辑 所以两者之间 假如说 只是说它与法到底哪里不一样 自己比较看看好了 其实你差异不大 像我有时候 因为我已经都记得说 它哪里不一样 所以我只要有这边的程式 我就可以马上把它改写成另外一个 有这边的也可以把它改写另外一个 所以你说到底有没有什么 没有啦 其实都是 一样是程式语言 该有的都有啦 OK 好 这写完了 OK 我们回到这里 所以我刚刚只有增加了 把它第一个改回坏回圈 第二个的话 加一个C的变数 然后呢这边C加1 然后C等于是这样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做逻辑判断 最后我不确定对还是不对啦 讲这么多 如果一次就对 那很厉害了 OK 不过总要有那个信心吧 这样看起来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问题啦 C等于C加1 所以跑一次加1嘛 再跑第二次 再跑第三 等于3 等于3就进到这个 OK 所以应该没问题 执行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随便先输入好了 假如说呢 我今天先输入一个 10 11 12 好 对不对 太高 没关系 答案是5 OK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猜第一次 猜第二次 猜第三次 然后呢 答错了 只能够猜三次 答案为有没有 一样 空格 输入一个5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啊 可是这个不是Fore回圈写的哦 这个是Fore回圈写的 只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哦 是加了一个变数 有没有 加在哪 加在这里 跟这里 OK 然后逻辑是写在这里 那两者比较一下啦 这边的话呢 增加几行 一二三四 五行 对不对 那Fore回圈增加几行呢 一二三 所以为什么我用Fore回圈啊 因为Fore回圈只有增加三行 那坏回圈要增加五行 所以我算 如果以程式精简的程度来看的话 我比较习惯用Fore回圈 OK 原因在这里啦 不是不行 是哪一个方法 程式最短 我就选哪一个 但不见得一定短 程式短就OK 你还比较容易理解就OK 所以这个 这个逻辑 如果你觉得比较OK 比较可以理解 那就记这个逻辑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 就是要改写的 最好两个都可以理解啦 然后两个都能够 尽量不要记太多 我记其中一种就好了 熟一种就好了 否则的话 我怕你记两种 最后哪一种 两个都写不出来 OK 就像那个 证照考试的解答 有时候我会给好几种 不然你如果记太多种 最后考试的时候 混着 最后反而打不出来的麻烦 你就单一种 OK 试试看 那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我一样 也会把这个程式 再把它贴到那个 再把它贴到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我大概也把这个 这个地方 我把它Ctrl C 然后如果只能拆三次 这边 我就做了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 这个限制只能拆三次 然后一个是方法一 一个方法二 这个版本 还可以 是方法一样 这边 是方法一样 那场 我一定会 这边 是方法一样 我来说